应该回避的尽量回避 佛菩萨 圣贤人 我们应当接受接近的 尽量接近 读圣贤书 就是接受圣贤教诲 天天提升自己 消灾灭难 这就能够化解救度 2012的灾难了 我们相信 佛所说的 相信科学家所讲 现代的科学家 讲的一些话 跟佛法越来越接近 很难得 我们距离 2011就在眼前了 越来越近 2012是不是像语言所说的 那么大的灾难 我的看法不太可能 什么原因 灾难肯定有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还有不少 善心 天天天 天天为这段事情 在祈祷 在忏悔 就像美国 就像美国 不一样 不但灾难可以化解 而且会把这个世界 带向最好的方向 更好的方向 有人在做啊 那科学家还告诉我们一个数据 以全世界 人口的总数 百分之一的平方 大约 八千人 就是意思就是 全世界有八千人 能够真正 气握扬山 盖邪归正 端正心态 这个地球上灾难 就能化解 六十六七亿的人口 八千人 八千人不难啊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世界上有八千人 肯定有八千人 他们来拯救世界 这里头 肯定大部分 都是各个宗教的信徒 认真来学习 让我们真正担心的 实在讲呢 真的是怕 核武战争 对这个事情 我们不能像 对欲言这个态度 这是个麻烦事情 我们有理由相信 现代这个时代 还不至于发生 为什么呢 人还有一点理性 知道这个事情 是严重的问题 但是下一代 不能保证了 你看现在小朋友 他们玩什么 你看他们所想的 他们说的 他们所做的 电脑上玩 杀人游戏 我们就怕他 他长大了之后 拿到原子弹来 当游戏了 来杀人游戏 这个地方丢两棵 那里丢两棵 他会这样干法 现在储存的 核武 数量太多了 我们看到 科学家的报告 他们估计 至少 全球 有七万五千枚 而且 每一枚 这个原子弹的威力 最小的 也超过 广岛长期的十倍 又超过二十倍 乃至于一百倍 还有更大的 一颗原子弹 就能毁灭一个城市 全世界恐怕 还没有七千五百个 多数 谁会发动这个战争呢 神经病 疯子 现在这个世界 神经病人太多了 这比恐怖战争 还可怕了 唯一今天强救的方法 就是提倡 伦理道德教育 特别是英国 跟宗教教育 这是我们 希望全世界 每一个宗教 都要救 大家联手 拯救 社会 要把宗教 回归到教育 才能够产生效果 宗教 如果依旧 停留在 祈祷 这种方式 这个方式 社会 许多人 不相信 他不能接受 祈祷有没有效果 科学家 证实了 有效果 特别是 集体 祈祷 我们佛门的发会 就是属于 集体的祈祷 但是这个 指标 不指本 化解在那 社会人 不相信 社会人 说 根本就没有在那 你们胡遭遥言 他不能相信 一定要回归教育 那么今天全世界 出了这么大的麻烦 实际上 就是教育 从幼儿园到研究所 没有伦理教育 没有道德教育 没有英国教育 没有宗教教育 才产生这个问题 宗教能够把这个 这个这个 确实 补过来 宗教对于社会 贡献就很大了 人们再不会说 宗教是迷信了 所以这是当前 比什么都迫切的 一个问题 我们也是用很多的方法 建议联合国 世界宗教和平组织 他秘书长跟我很熟 我常常劝导他 提醒他 要团结全世界宗教 要劝导宗教 统统回归教育 弥补现在社会上 确实这趟扩展 我们来做